一波切脚出现 然后再尝试切入一个 切入一个桌子 好 进点 我打了一个 但是后续补枪太快了呀 CTG 直接把你包围了 鸭皮也是没办法 一个人 毕竟一个人 队友的话的确太远 而且CTG应该是这个信息 拿了一真的是 这个二圈刷了之后 之前的队伍可能真的 有这个点位的话 他会第一时间会合 或者是多派几个人过来的时候 就不太好处理 很明智 我来了 这边最小买点位 占罗斯科不知道 呃 是啊 天爸藏得也好 而且在城里的话 的确车 可以 藏得的确没有什么 太好的一个事业 你这冒然间 顶上的这一波的位置 他巨幅很有可能的话 会跟Pero啊 打起来 所以这个距离 还是非常接近的 DDT四人抱团 硬踩这个反键波 可能会吃到背后 来自于CTG的压力 所以说暂时是不会动的 而巨幅这个时候 已经摸过来了 因为也是知道 有个机导信息 但是进去的位置 会为现在马鱼龙一波 Gro打几也给放倒 反方互倒一人 看一下后续 小敌呢 也是个三级套 这个对面的枪线太多了 就是MCE这一侧 Pero的话 也个身位 不敢漏太多 所以说FM已经在那一侧 他接下来 会不会有可能 摸到那边的反键波 然后攻这一侧呢 也是有概率的 所以说要看一下 这两边打的结果如何 一点点 但是FM呢 这个城口 其实没什么好的位置了 对的 看看怎么踩吧 后续的话 分兵的话 其实面前的就是 面前来人之后 他站在这个高点这个厕所 他也是不太好露头的 因为其实对面 17也好 DT这边都有枪线 散尸安全 好吧 实际行 FTV两兄弟 难了呀 很难了呀 右手是天霸 很多人 然后左手 FM三个人 都来了 哎呀 RBS 这坑 这坑 这坑也没办法 也观察不到 直接往里炸 四个人 白要阵了 是 雷来了 雷来了 要小心啊 天露 这个站位 有点太 紧透了 一杯壁 迎到侧翼 这颗雷要起效果 我感觉 哦 鱼人先炸倒一个 是的 看一下后续 投注的一个 效果啊 这边还是炸倒了 天露 这一条沟壑里面的话 太容易吃到雷火 这些道具啊 所以说 RBS这一波的 一个投注的使用 可以说是命中率 会比较高的 对 这个位置 其实真的很难拉开 要第一时间 其实打倒人之后 第一时间就往后跑呀 或者是找位置 或者是就直接拉开 其实周边一个情况 天露 应该有所收集信息啊 但这波其实也没办法 对方雷太多了 RBS 然后第一T这一侧的话 是吃到了悟空 来进攻的一个信息 这边的话 就无非信息被打掉 这个点位也是非常的干吧 被限制在这个草帽后面 CG与此同时 吃到这样的信息 直接摸到了反击波 但是头顶上面的视野 它是否清楚呢 这边还需要 再跟正面的天露 以及巨幅两支战队 要做一波打动 这样的话 CG的压力会很大 那天露 由于人数啊 可能会比较少 所以说暂时 先隐藏一下自己的信息 转而去打 CG的侧身 很有可能 他是会这么准备的 这蒙庭一颗雷 一雷双响 那巨幅的话 本来三感在 站在场上 而且在央弹里 不太敢漏 天霉两个人 CG这波要打快 如果不打快的话 那真的有点危险 DT其实已经 察觉到这边的一个 战场信息了 比较乱 他有机会是 摸过来收分的 就是说 看一看啊 打怎么样 CG近点 起码人补了 是老人 这波五维的侧身 还是被Cobra给抓到了 但其实CDG顶上 应该是爆点 爆信息的 我走到这波的过点 被Cobra再次逮到 今天Cobra的一个枪 还是枪 还是DDT DDT可以把这一边的分数 直接给全收了 这个全形刷出来之后 我觉得DDT 可以考虑看一下 有机会收就收 没机会 只收就赶紧走 把这个能拿的分拿了 不能拿的分拿完 就赶紧走之后 回去开车嘛 因为其实他还是有机会 往里再打一打的 打了一个武器剑 如果自己 也不敢往前走了 但是应该是原点 木子里的一个出枪 把武器剑给放倒 这一分 这个距离太远了吧 对 看一下 尝试一下 能不能把这一分给拿到 太浪费了 我觉得 而这一侧 MCG和NewHappy Summer顶到了一个 侧翼的位置 明明一直在看 Summer那边的防御方向 Summer出枪了 哎呀 差一下 是 Summer啊 这个 我觉得这块稳一手 劈开一下 自然 对 那尖霸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直接过来的 因为NewHappy 也已经倒地多人 DT这个时候还好 因为这边的话 打的时间还比较久 所以说没有给DT 这一侧 多少的一个压制力 没有给多少 看DT怎么上山 这边NewHappy 估计很难了 这次换成自己 已经看到了 天霸 终于被我逮到了 还是被打了一个 而且是被打靠点的 又被小鹏打了一个 天霸 又倒一个 我的天 那只剩一个了 侧夜 七七 不是 这一波怎么连续 倒了这么多人啊 这一波连续了一个 跟前补枪 但是被MCG侧身 还是抓到 一波空挡输出了 天霸 先被淘汰了 MCG只剩小鹏 而且DT 是点的位置 感觉DT 肯定能拿下了 他们是轮流输出了一个人 然后是忘掉了 其他MCG两个人的这个枪线吗 是感觉有点疏忽了呀 这波好亏呀 对天霸 你牢牢控制住 然后再去接DT 这波上坡的行为 上坡的行为 这一波的话 其实天霸 可以踩住这个山头 可以玩好无损的 这波真的是 其实这换神 这波趴在地上 拿大炮打了一个 就是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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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之后呢 他就迫切地想把换神打掉 FM在整个地图的南部 都没什么压力 那这个时候 网坡上踩一个视野位置 而且正面的话 17也是要推进波 因为这个DT的位置 对于他们来讲 挂这个投入物 加上这个枪线 可以很轻松地解决 测17过来的话 这个投入物的数量太多了 17一整局在这房居 其实并没有消耗太多投入物 那只有通过手雷 差不多能给你全部淘汰掉 远处小路也是 最后一枪带走了 什么事 是的 我们看到场上的话 两个满边队 一个17 一个FM DTT还是两个人想去拍肉脸上 今天是被小地图给放下来 放下来是高兴啊 高兴在今天上半场的比赛 状态非常的好 但是同时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没有办法 毕竟是从车上是被打下来的 六一最后也是没有给分啊 最后场面是一个四打四打 当现在有这个角度的话 也是可以抽一下的 不过好在两支队伍 也会互相牵制嘛 哎呀 小心呐 太准了实际上 我们现在看一下 FM现在就等细细 这是来对于原点龙宗拳啊 放倒了AZ 但是高点位置的FM 17打进攻的时候也要小心 现在Piro有点难受 就是他现在防守 有点不太好防 因为他要还要考虑 后就后身份的枪线 那正面呢 取得这一边的反坡的胜利 只能用快攻 也就利用投注的配合 但是太难太难了 小路还是把速九 电后的速九给打倒 但是好在是17这边已经上车了 可以第一时间支援到近点 小路只有一个人 还能打一个吗 这一下 没有打过 那FM的话有点慢 FM这个斜动是有点慢一点的 而且是个大空地 这一波实际的转移非常灵性啊 直接过来 供你一个弱策 而且FM后续支援的这两命圈中的话 也是被打掉 FM已经是减缘三人 那只剩下了远点的一个龙宗拳 而与此同时 那Pero的话又是吃到阶段8的一个切脚圈 比赛 真不好说了 真不好说了 这波反转万万没想到啊 这个 17也是掉头支援的这一波太快了 他也可能不是在支援 就真的是 我要这个好 这个好选择 先打回来 是选择以龙宗拳 龙宗拳这个点直接是被拔掉了 对 那这样的话 整体的场上的一个局势 完全是被石器给主控了 现在Pero两个人在反击 石器身上还有五颗雷 个人还有五颗雷 这个时候的话 一丝剪一颗雷 石器带走 那恭喜到石器 拿下今天第四场比赛胜利 也是单日的第三把机 恭喜石器 而且总积分 我们看到已经来到了第二倍 请不吝点赞订阅